呃啊啊啊 余额为灵 禁止说话 哎呀 少女大宝 你们的花费用完啦 我先敬给你们点 是不是 谢谢你把鱼acción бан雪 бан雪 你也怎么会交花费啊 只要帮助他员 就会获得额外花费哦 原来是个额诶 今天我们来背诵课文 大家一定要认真背 备会之后来给我背 背不完不许回家 老师 我们的说话余额不多了 你们自己默背 默背根本背不会啊 大老妹遏 给你们说话余额 我的说话余额还很多呢 谢谢你白雪 习惯 白雪的花费为什么会增加 那是因为白雪做好事 只要帮助他人 就会获得额外花费 原来是这样 白雪 我也要向你学习帮助他人 大宝 我们一起帮助别人的花费吧 我再也不去呢 可是大宝 你的手换预额没剩多少了 不要你管 我还要去和黑暗魔王玩游戏呢 你们快走开 熊卖 我们走 不用管他 行 有什么好事的 等我没有花费的时候 我再问白雪要不就行了 反正白雪一定会给我的 大宝 你的手换预额 怎么就剩下这一点了 还不是上个老师让背书 把我的手换预额 用的就剩这一点了 那你还玩游戏吗 要是花费用完了 你就不能说话了 让人玩 放心吧 黑暗魔王 我打游戏不讲话就好了 那好吧 上上 黑暗魔王 来了 黑暗魔王 这局我们赢定了 大宝 你的手换预额 就剩下十六了 什么 不玩了不玩了 黑暗魔王 我先走了 白雪白雪 快给我花费 可是 这是我的 你怎么这样啊 你还有那么多 给我点怎么了 大宝 你这样是不对的 我的这些花费 都是属于我的 是我自己做好事得到的 哼 我管你这怎么来的 我的没有了 你就得给我 大宝 你这样是不对的 小伙伴都会给你倒零分的 哼 我才不管呢 大宝 你这样做是错的 做事情要靠自己 不能依赖他人 知道吗 作为惩罚 你将会被禁言十天 不要 我知道错了 小朋友们 喜欢我们的视频 就点赞关注我们吧